北京时间2022年1月8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观看比赛 回顾经典,本场带来的比赛是由广东南兰对阵吉林南兰 决胜第四节,意见连内线包扣自己点燃全场 下面一起来看看比赛的精彩对决 哦,这边红远的还是手扩大的二二一 哎呦,笑语心,硬丢了 打上来了 真漂亮 上的这一回 空中的融合程度 而且他空中的悬停时间是真长 哎呦,又来了 空一个吗 这一波 这一波打完,吉林队这场比赛就很难了 就是你不上球资啊 哦,广东队体能是真好 你再打到最后一节,还全让你 待会我们的空外,能不能偷信 琼斯必须要上了 再不上这球 你看这个时间啊,差不多就六分半的时间 呃,但是呢,广东队完全还是可以打琼斯这一点 就是当琼斯来到第五次犯规的时候 吉林队啊,想要取胜啊,就太难 安排嘛 吉林,其实那个退防啊,是琼斯在防赵锐 赵锐造成了琼斯的犯规 再拖 赵锐挂养护之后的三分秒投进,自己来抢 哇赵锐,太棒了 广东是越打自己的士气越大 再拼下一个篮板 又是一个进攻篮板,胡明轩给到一剑连 胡明轩在空中把这个球就传给了一剑连哦 哎,这个球啊 胡明轩传得非常漂亮,广东的七五七全站起来了 这是广东队的连续篮板球啊 这是广东队的连续篮板球啊 所以啊,你比球员们少打一点游戏 提升一下自己的分数度 看看,宣,哦好球啊 你会发现自己的上限不一样 张锐 张锐 换个方向挡 哇,真厉害 面对一剑连 这招单手的抛头 确实在CV当中很难防 四抛四头 是吧 感觉是一个垫步之后的机晶效能 哎,他最后呢 手腕又抖一下 宝瑞 在兜典前传出篮 胡明轩 哎,这个球 太短了 挡得没有点离谱啊 不听花啊 张维泽 今天一点都没有啊 这次来了 再抛 你先做 这点累了 我说 累了 这么大 哦 哦 到这一步 哎,眼泪差点完成不够 张维泽空了 自己来 哎呦 哎呦 王汉指导认为这是一个没几啊 对 哎 这个脚下呢 有一个动作啊 大家一会从慢动作是可以看得到的 看完至少第一时间啊 在场面 聂金强至少也站起来了 啊 啊,二飞呢 还是觉得我在正常的移动 这球应该给了尾体 给了 哈哈,今天琼斯的罚球 邪门了 啊,应该是16罚5中吧 我刚才看 特别低的一个数字 啊,果然 16罚5中 现在是17罚10中 16罚5中到17罚10中 哈哈,怎么能做到罚一球多5分或者啊 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数学 哈哈哈哈 是有多烂 哈哈 所以刚才我是看过错了 试试,没有那么 我能再次跑起来 诶诶,都传了一下啊 往前领的有点大 阿联1对1 阿联4一啊 拉开 哦,孔明轩要解决战斗啊 叫大哥来给他的 哎呦 哎呀 小胡这个球上反篮啊 用右手啊 因为他是左手球员 上一个反篮这个球员太漂亮了 从此啊,在徐坚面前没法做变相 最后给大华博的空位三分 呃,第一节之后 金队队的外线三分 极其失准 哇,今天这场比赛 金队之所以会吞下败仗的原因啊 可能会吞下败仗的原因 金队队今天就是三分牛命中率太低了 百分之十九 啊,琼斯呢今天三分牛九头一中 对 崔敬明两头一中 戴怀博七头二中 江伟泽七头一中 这几个好的投手啊 今天没有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水平 嗯 来啦,哎呦 哦,小心一些啊 目标 一键连这个板抢的真强硬 哎,一键连有机会 我现在没有看到 对,上车上半了一些 对,上车上半了一些 这边换下阿联 这个杜志导有点迷津兽兵的意思啊 二十分十个篮板 今天是一个两双的表现 胡敏轩的长两分命中 真棒 胡敏轩第四节 啊,包括第三节都打得非常好 哎 自己手滑了 啊,这个属于一个漏接啊 对 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可以 哦,看这个 拉开阵势 张彪没有顶开杜润望哦 哦,我觉得上中标 上得有点晚了 张彪刚开杰的第一 第一,第一杰打得非常好 张彪,李安 哇,那个半截篮不空啊 啊,这边杜志导指了个地板下的动作 是不是打个内线啊 要往里酷一酷 哎呦,这个球 你说好,我也不是戳手了 是啊 我觉得他轮转还真不错 哎呦,这个犯规 啊,有个什么动作 是 两名裁判员都 出了这个进攻犯规 哇 球转过来 正好一种子 打在维夫斯脸上 这感觉也是球啊 下头的转移王欣凯 上排场友过一季提展三分 王欣凯 就是 打握性大 第一次那个就投 投进 我们经常讲手投必中 这对于一个运动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有时候进到场馆 第一投啊 都想把他投进去 就是 还没有热身 甚至还没有换鞋 你上去 试一试 把握把握 每次你都能投中一个球 有信心 有信心 我小时候我就这么干 另外一点呢 我经常跟 就是 比我大的 比我打的好的 我们拉过来 比一比三分 当然了 也属于就是 比三分 然后我当年买了不少水 但是你要知道 当打平那一球的时候 你的心里变化了 真的是跟实战啊 后来大家排着队跟你玩 把排队给我 一开始啊 我输了好多水啊 后来但是 我慢慢的就 赢回来 后来到后来 他们就不敢跟我 不敢跟我玩了 哎 我这讲了一个故事 变相把自己给 吹了一遍啊 有谁啊 可以 那些人 韩德军什么的 哈哈哈哈 没没没 开玩笑的 就是我那个年代 在队里 手上变了 好球啊 你看突的很坚决 那边裁判还是给了一个犯规 孔德高 那是麒麟队的年轻小将 哎 有一次我跟就是 跟孔德高 我调侃了看一下 哦 我说孔德高 你不能是吧 孔德高 你得跳的高 好的 对不起了 我又错了 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哦 二十三分的分场 我们看一下孔心凯 将来谁两次发球 那今天王心凯 其实是获得了东风之道 更多的青睐 就是年轻小孩上场 能把握住机会呢 你就会逐渐获得更多的机会 抢下来了 曲杰的下手真快 漂亮 这边刘全彪 直接就地两分再打进 看孔德高的突破 哇 你看这个球 这球徐杰逮得准啊 孔德高上防险 哎 这法篮非常不错嘛 小伙子 两次全是颠进去 好 这边拿上老万 完成尾上了 完成尾上拿下登盘日 那这样今天孔德队 架名单当中的所有球员都有出场 一般老万 一般老万上来就会给他一个机会单打 秀一下低位 哈哈哈哈 最好的脚步啊 这段时间终成没在场上啊 再上来挡 嗯 嗯这个突破真漂亮啊 哎呦 全彪的空位三分 滑刀而过 就地谁家 成球 江伟泽有机会了 来了 能不能偷进 江伟泽进座没篮 他往左移动的有点过大 就是说 没有完全停住 我们经常说极灵的要动啊 你得要保持上升一个平衡 有什么要打来一个 有些猫头篮啊 稍微有点脱节 从 膝盖到腰到手臂手腕 就应该稍微卡了这么一下 你把手的平抢 哇 万圣尾真积极啊 这球 缺乏了万圣尾的犯规 台盘友的时候啊 是对年轻球员不太友好 不知道这个NBA的世界各个联赛 其实都最好是第一年打比赛啊